Computex 中 非常熱鬧 哈囉 大家好 早安 我是Aman 本週Computex 中 非常熱鬧 另外寶可夢公司的Pokemon Company 也在本週舉行發表會啦 首先是宣布他們的名偵探皮卡丘電影版 在全球票房熱賣 然後宣布也會在Switch上推出 延續3DS的原作遊戲 並且他們將發表全新的手機遊戲 Pokemon Sleep 它主要是將玩家的睡眠時間養育成小精靈 另外它也推出搭配的配件 叫做Pokemon Go Plus Plus 對 是兩個Plus 它的體積叫前一代大一點 旁邊也有一個發光按鈕 平常可以抓寶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內建加速器計算你的睡眠時間 然後用藍牙傳送到你的手機 那預計會在2020年推出 寶可夢要大家玩遊戲之餘 也要記得好好睡覺啦 另一個讓很多國粉大驚喜的是 它寫莫過於第七代 iPad Touch也悄悄在官網上限啦 而且它除了不能打電話之外 iPhone能做到的事情 iPad Touch也可以唷 而且價格最便宜的32GB 不到台幣7千塊 那它這一代的外觀呢 跟之前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4吋的Retina螢幕呢 搭載的是iOS 12跟A10 Fusion晶片 它能支援你想玩的各種遊戲跟AR 透視保有3.5mm耳機孔 只不過從iPad mini 5、iPad Air 到現在的iPad Touch 蘋果在幾個月內 機會連三的更新 國粉超完已久的產品線 會不會是為了 接下來的軟體服務鋪陳呢 尤其下週緊接著呢 就是Apple上半年最重要的大事 WWDC全球開發者大會 除了大家最關心的iOS 13之外呢 也有外媒報導啊 iPad Pro可能將支援滑鼠 而未來更有可能的是 iPhone、iPad跟Mac的應用程式呢 將一起整合在iOS跟MacOS上一起運作喔 而這次Emma也將前往美國參加WWDC 帶來第一手的消息啦 所以探友們也要記得鎖定電他少女的頻道喔 還記得之前電他少女曾經訪問過科技部長嗎 當時不僅聊妹還聊了AI跟中文語音辨識 而現在一年一度的科技大擂台活動又來啦 這次活動的主題是AI資安工房站 相信大家都很在乎該怎麼安心上網 而不用擔心自己的個資外露被利用吧 決賽將在6月9號在台北華山舉行 現場除了公布得獎名單還有 無人機、無人車可能帶來的資安課題介紹 還有各種講座、闖關可以體驗 還可以解題吃爆米花喔 整年的活動都是免費參加 我們電他少女圓也會在現場直播喔 歡迎各位踏遊有空來玩 不能來的也可以鎖定電他少女的臉書粉絲團喔 今天的小電話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給我們一個like 也要記得訂閱電他少女的頻道 大家掰掰